如果把历史比为一个远距 那么地理呢就是舞台 那历史没有这个舞台不行的 哔哩哔哩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复旦大学的葛建雄 很高兴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见面 并且我也希望今后 能够有更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不久呢我就要上传一个课程 葛建雄讲中国史 那么大家也许看到的 讲什么中国历史的 积末已经很多了 为什么我还要传这个呢 我葛建雄讲的 会跟大家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我可以讲这么几点 第一 我的专业 主要的专业 是中国历史地理 所以你们可以发现 我讲的内容中间 会比较多的历史地理的成分 比同一件事 人家讲可能只是这个事情本身 我肯定会要大家比较多的注意到它的背景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 我的老师就是谭吉江教授 就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图结的 就是中国可以说 这个历史地理学科主要的奠基人 我是他的研究生 所以当然他的学问我要学并且要传播 他曾经讲过 如果把历史比为一个远距 那么地理呢就是舞台 历史没有这个舞台不行的 所以我在讲的中间 我会比较多的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这个人物或者制度 在什么样一种地理条件下 就形成的 我讲的历史 这一方面我相信会比较 有趣的这些内容 有比较更多的这一方面的知识 另外呢 我用以前的话说可能不算正途出身 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 我是高中毕业就工作了 那么另外呢 这个到了靠研究生的时候 我就跳过了大学这一段 那么直接工作了 这个缺点呢 可能我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的训练 去了这一段 这个优点呢 我在年轻生以前 有十几年的工作的经历 而且我在平时除了看书以外 我比较注重师弟的考察 我很相信古人讲的 都完全说 行万里路 我行的路可能比较多一点 比如我到非洲 到南洁 到北洁 在国内呢 到西藏高 清藏高原大理 比如我到非洲 除了那一年 这个参加中央电视台 跟那个凤凰卫视联合拍摄走进非洲 比如说我们坐夜夜车 跑了非洲八个国家 我自己呢 也还到了其他地方 甚至我还专门去 攀登切雷马扎罗 这是非洲最高点 很遗憾我们也到最高点 但是也爬到了 四千八百米的地方 国内也是 我好多地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我有的是感悟到 历史上那些 仅仅根据文献记载 有些说法就不可靠了 所以我在讲的中间呢 也会把这方面 我的新的体会放在里面 再一个呢 因为我自己 虽然我学的是历史地理专业 但是我的兴趣呢 还比他广一点 所以注意到 其他方面的指手 在学习其他方面内容 我不是一个什么专家 但是我可以自称是个杂家 杂家有杂家的好处 所以可能会 这个在讲历史的过程中间 实际上就把其他有关的 这些知识 这些学问 这些我的观点 也可以讲在里面 所以我有这个自信 各位在我的课程中间 肯定可以有一点 你们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 或者不了解的 但是你们会感兴趣的 这些方面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同学们和我联系 用弹幕或者评论的方式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见面在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